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第71集团军临粉旅战士杨初格西 将会前收集的官兵关注的热点话题 通过会上录制的Vlog 用自己的视角为官兵视频讲了一堂生动的理论课 我感觉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格西班长提到的退役军人安置和就业保障 和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等等好政策 让我倍感军人荣耀 更加激励我们基层战斗员 一定要专严本职岗位 练精专业技术 练强杀敌本领 我们作为新时代强军事业的参与者 见证者 推动者 就是要牢记主席重托 提高依法履职能力 热爱本职岗位 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在强军新军的伟大事业中 全国人大代表 东部战区空军牟旅飞行员张霄 回到单位就一头扎进七层战位和战友们分享交流 会上 习主席强调的依法治军战略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 系列汇集七层官兵的政策成为了张霄宣讲的重点 学习热情都很高 都学习得非常的认真 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按照党中央和习主席的指示 立足备战打仗 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 下一步 我们将围绕生化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 全面落实依法治军要求 把学习贯彻两会精神 向备战打仗聚焦 向岗位末端延伸 加紧提升打赢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杜刚所在的海军某试验训练区 承担着人民海军新武器试验训练 未来海战实战化演训的使命任务 返回岗位 杜刚就走进基层连队 走进科研团队 走上试验训练站位 与官兵深入探讨 依法治军战略对战斗力转化的意义 我们将按照市军卫战的更高标准 严格规范筹划和实施各项市军任务 把依法治军战略 在我们每一项具体视频任务中 进行落地落实 为部队输入更加可靠管用的装备 为战区输送更多合格能战的兵力 学习两会精神 关键还是要落实到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中去 这也成为空军空降兵某部教导员于海龙 回到部队后宣讲的重点 刚才听了于海龙代表 为我们带来的两会好声音 给我们投身强军事业 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我们一定把学习两会精神 对我们的重托 这个部队还注重把 我们将结合自身岗位 戳力分发 笃心不黛 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